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是不是那段時間真是一個虛偽 大家出了街 是沒有人 所以令到他們 我們叫做有機可乘 是 應該是 應該是很清楚我們的運作性 如果不是沒有理由 知道我們是 這麼早 正常人來說 你不會這麼早去開局 七點多 而且知道我們沒有人在 你可以這麼做 很多香港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香港也會發生這種事 你是當事人 你的感受是怎樣 我感受 我感受很難過 整間屋被人推停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不知道 從來都沒有想過香港會發生的事 是的 因為這麼法治的地方 居然可以 人們這麼大膽去做這件事 到現在都不知道 那幾架車是怎麼來的 應該有人知道 但我們也不明白 沒有人看到 你試說 用以前的個案去比較 譬如今次劉小姐的業權 譬如律師 有幫忙看過 她被人騙了 當年簽那個約 其實是一份 不是真實的一個約 還是什麼原因 令到她有機會 今次要搬走 甚至說業權不是她 當時簽那個約 你有沒有看過 律師的意見又如何 這個我沒有去看過 但是因為鄉村地方 照我們自己的家都是這樣 經過親戚的介紹 或者來到的時候 找到當地的朋友 沒有地方住 你在這裡住 或者這裡有一間屋 那個人不住 你買了它 當時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在當時的知識來講 就沒有說分 知道有什麼官地 私家地 之類的東西 他們的認知就是 我給了錢買了這間屋 這間屋應該就是我的了 但是就不知道特地 是誰 他們完全沒有這種認識 到了9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開始有些條例去監管的時候 業主就會找回他們自己的地 當中有些是官地的 他們就繼續在那裡住 因為是政府的 如果是私家地的 他們就會像現在這樣 跟業主還在住的那個去談 究竟你可不可以 要是跟我買了福地 要是你給我一個福地 我用這些條件 跟你去交換 談不完的 就會上法庭 做一個逆權 但是 無論怎樣也好 就算說 我打了逆權 輸了 你也有程序 去收回那個福地 你也是找執達利 叫我走 不應該會發生這樣的事 任何情況之下 都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 你是不是都會期望政府 這一關要把好 如果企同這種方式 成功申請換地 然後去發展的話 一旦讓他成功 日後可能會繼續有這樣的個案 其實不應該有這一關的存在 你一個新發展區 這麼大的新發展區 去發展 其實是否應該處理好裡面的問題 才去推行你的計劃呢 如果你當你推行了計劃的時候 又訂了一些 不知道 灰色地帶的規矩出來的時候 便衍生很多問題 如果那些問題 是很難解決得到的 有些人就硬來 其實我們應該先處理好 土地上居民的問題 你才去推行計劃 如果那個是吉地 那你怎麼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呢 你吉地 你畫什麼都沒有人反對 但是如果你說 畫了這幅地 是用來做換地的 好像現在這麼不幸的事件 就會發生的 如果你畫在吉地上 其實根本上沒有爭議 你意思是政府當時推新界東北 原子換地的計劃的時候 考慮可能都不是很周長 其實他們沒有考慮任何事情 他們只是想 怎樣去逼村民走 我也在懷疑 為什麼原子換地 會在一些有逆權侵佔的地方 可以進行的呢 這個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他不換旁邊軍營的覆地給他呢 旁邊還有一個軍營 為什麼他不換那覆地呢 為什麼他不用那覆地來申請呢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避免發生的事 為什麼政府又不聽市民的意見呢 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經常說發生事總有原因 那個原因是否關於換地的事呢 那麼你推行政策 都要小心點處理 可以避免發生的 是不是盡量去避免呢 這個才是重要的原因 劉小姐最後有沒有期望 發展局局長會出來 跟你講些什麼話呢 希望他靜靜思考給我們聽 你身界東北怎麼做 怎麼做 那個程序是怎麼樣去到哪裡 那些人怎麼政府官地 私家官地那些 怎麼去做法 要我們清楚地告訴我們 不是你們喜歡就下官員下來 說無靈兩可的事情 什麼都沒有說到 大江發展要怎麼走到哪裡 做到什麼 要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整天官員下來 有什麼用的 沒有用的 政府正式要做 新加東北發展 第一步怎麼樣 那些人怎麼安住 人家要求原子 安住回到這裡 你們怎麼安住它呢 找個地方給他們 建屋 還是在那裡建屋 建屋 給他們住 這些方案都沒有 進行這件事 就不可能了